这一位同学 绝对让你眼前一亮 好球 接下来的都是 高手时间的对决 漂亮 我的天啊 第二组 他们是组团而来 实力也是不容小觑 加油 爸爸相信你们 高速世界 我刚想 亲爱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为大家带来的节目 多彩少年 大家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彤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绿胖胖 你们好 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首先要为大家 介绍道场的各位嘉宾 我要介绍 挑战见证团的三位嘉宾 分别是教育专家 卢琴 中国科学院心理学博士 景小娟 歌手 王琪 欢迎三位 下面我来为大家介绍 挑战裁判团的三位裁判员 他们是跳绳比赛裁判长 齐景龙 中式台球国际金章裁判 王中瑶 铁人三项 亚洲记录保持者 苗浩 欢迎三位 朋友们 今天的挑战 马上开启 准备好 多彩少年 奋勇向前 随着我们多彩少年节目的播出 你会发现少年挑战者们 涉猎的领域 越来越广泛了 那么接下来要上场的 这位同学 他所擅长的又是什么呢 绝对让你眼前一亮 好 让我们共同揭开 神秘的面纱 一起有请第一位少年挑战者 姓名刘宇乐 年龄十岁 身高一米三八 所在地区河北承德 基础技能打台球 大赛经验一颗星 发展潜力八颗星 淡定指数八颗星 欢迎你 刘宇乐同学 来 欢迎 好 我哥哥好 管通姐姐好 你好 来 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刘宇乐 今年十岁 来自河北承德 今天来参加挑战 是给自己设定什么小目标了没有啊 今天我来的目标就是 和王中尧裁判一起打一场比赛 目标非常地明确 直指我们的中尧裁判 但是是这样 想挑战我们的叫金章裁判 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先来考核一下 看看你具不具备跟我们金章裁判对决的实力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来 好 那我们先准备台球桌 来 说来就来 好 娱乐同学 你看 台球桌我们已经准备就位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准备那位隐藏的高手了 他是一位冠军 深藏不露 关键是此时此刻 他就在我们的挑战现场 没错 用你的一双慧眼来找一找 他到底是谁 我再给你点提示 打台球的时候 通常服装上有什么要求 穿西服 穿西服 泡泡哥哥 你怎么猜到的 因为你穿的是西服 西服 但这个西服是不是有一点太花了 你们平时要穿什么样 穿纯黑的或者纯灰的 没想到吧 花枝招展的背后 是这么一个纯灰色的马甲在里面 你气场上感觉我的水平和方便 好帅了 肯定是非常的厉害 为什么 因为站在你身边 那边就感觉你很厉害 感觉到一种杀气有没有 有 你看没有 这距离一下子就拉开了 自己运 往往我这边靠靠 越说越往那边走了 我告诉你 而且我还有秘籍 这里边全是台球秘籍 认识字吧 认识 念一念 念这句 高手不敢当 请往这边看 这是我们的台本 来 接下来我们来比试比试好不好 好 来 有请我们的王周遥裁判 有请 周遥裁判一上场 就注定接下来的 都是高手之间的对决 来 拿起勇气和信心来 不要紧张 那么我们首先进行的一个较量 就是最基础的五分点的考验 就是把目标球摆在球台的正中间 把白球摆在开球点的位置 形成一条直线 然后把目标球打入底带 看谁进的数量更多一些 打几个呢 我觉得对于高手来说 标准怎么也要十进八的一个标准 可以称得上是高手 敢不敢应战 敢 就这么定了 来吧 别紧张啊 这么轻盈啊 第几次来北京 第二次 烤鸭吃了没这次 吃了 光点球有时间学习吗 有 他最气人的他还回答我 完全不受任何干扰 但是啊 我是这样 如果在实战之前没有任何的失误的话 一会儿实战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发挥 好吧 那我再影响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待会儿让哥哥给你表演一个不进 这行吗 好 让你看看高手是怎么做到的 这次 收 放 自如 啊 啊 啊 果然受放自如 刚才你的手架是像腾空的 你得趴下来 如果腾空它是不稳的 它是晃悟的 前面几十年都打错了 加油 加油 好球 太不容易了 确实调整了一下手架 五分点它是一个看起来 比较简单 比较基础 其实是很难的 它对选手的考验是什么呢 考验的是你的姿势 手架以及稳定性 甚至是心态的一个考验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训练 又不是大家看起来那么简单的 不要以为我的这个实力 真的就那么弱 我们来看一看王岐老师 试一试刚才那个五分定点怎么样 好不好 来 我特别不想上去 刚刚听那个泡泡哥说话的 语速越来越快 我就知道你心虚了 娱乐 你帮我摆一下好吗 好 我觉得在我眼里 娱乐已经是大师了 十个球都进了 这个是你刚刚打的那个位置吗 是 是 好 我试试 来 你帮我调整一下 能进 打吧 这个明显是 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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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现在是算的了 因为规则一直都在改变 不过现在是 任何一颗球都可以运带了 都不幸运球了 好的 所以说那这个球确实进球有效 好不好 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下边一个热身环节是什么 对 我们接下来要对 刘宇乐进行的考验呢 是复杂球形的一个考验 比如说正角球 反角球 以及高杆西库 这些难度就更升级了 听都不太能听得懂 来 我们一一来见识一下啊 我们先打一个正角球吧 哎呦 这个很难 大家看这种角度就比较大 而且目标球离库边也比较近 这样他进球的线路就更局限了 没错 所以说是考验准度的 漂亮 漂亮 那么现在进行的是一个 反角度的一个考验 也就是进那边的抵达 对啊 就是要切 要切得很薄 是 没错 好球 漂亮 漂亮 看得多很难 我看 我来试试他也不好打 不太难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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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解了 什么 上哪儿说理解 反正是刚刚有进球 而且你是对最新的规则 我了解得最清楚的 何以冰淡 我今天把所有的运气 选都用光 代表我们还是反复一程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考验呢 更难了 而且还会有一点秀的感觉 就是打一个高杆西裤 这边摆一个洞口球 然后另一侧也摆一个洞口球 选手通过高杆 击打这个洞口球之后 通过杆法来把这颗球 也碰进淡 用白球吗 对 也就是一杆进两颗球 两颗 那个走位 要怎么走 哎呀 进来 好球 好球 好棒 太棒了 很厉害 我们试试 来来试试 来来来 哎 还有什么其他的 针法上的讲究 你跟我传授一下 哎 嗯 这个白球它需要 嗯 加一点 左赛 对 然后描这一块 哦 左上方 那你得多蹭点翘粉 然后打那个 那边的这个下球点 你给我指一下打哪 打开正中心偏这边 大点劲 哦 就捏这个低级 然后因为一个 那边两大型 儿子 我一定是回香港 灵力 't you wanna see 吴灰 我也是人生第一次 导演这段给我留着啊 发到我手机上啊 一定要发给我 我后半生就指着这个来鼓励自己了 做成动图 世界冠军级的水平 至少刚才那一杆 对 展示出来的实力 而且我就打了那一杆 是的 就是一杆直接一杆成名了 咱就直接一杆对他以后 所以说这个消息不进而走 接下来我就会收到很多的请战信 王琪哥就非常擅长多顾翻带进球 觉得这个难度是更高的 或者说在晕带上也有兴奋 就是懵呗 全靠懵 好的 那我们也谢谢王琪的参与 谢谢 谢谢刘老师加油 期待你表现 我听说你有这个一杆青苔的经历 是这样吗 是 你平时在练习的时候 这样的比例大不大 不大 真的假的 真的 咱真有 咱有视频为证 对 不信给大家看一看 看看 太厉害了 这比赛当中打出来的是吧 对 你的对手是多大年龄知道吗 不知道 是个大人是吗 是 要不这样 我们请你和中瑶老师来交战 我来当裁判好不好 好 我觉得这才收到了我们娱乐同学的心声 对 那咱们 换成我跟刘友的教授了 对 裁判的任务都交给我 好 按照我们国际比赛这个惯例 是不是二位还要争夺一下开球权 对 如果真开球的话 那还需要崇拜 不争了 我们石头剪刀布 行 来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那我开球了 冲球的力度很大 见了一颗 好 谢谢 仍然还是有选择花色的这个机会 分析一下局面之后 还是选择了小花色的 三分球 三分球 好球 好的 但是这颗球 位置不是特别的理想 中带有一定的难度 好球 好 现在机会又来到了 我们蓝方这一边啊 好球 这个球确实很有难度 您要擦球吗 不要 不用 这个难度也是非常大 刚才如果擦一下也许会进 对 擦一下没准就跑这儿来了 这是一个翻带的设计 好 现在双方呢比赛非常的焦灼啊 这是一个翻带的设计 好 好球 好球 这一杆的母球的走位 并不理想 强烈的高竿啊 哎呀 但是给对手留下了机会 太漂亮了 场上局面发生了变化 是的 好 好 情况发生了突变 最后 是选择打中单还是底单呢 稍等 要不要擦一下母球 要 要 要遵循裁判的意见 好 这个世界级难度的球 绝对跟刚才的擦球有关系 对不对 恭喜我们的娱乐 在今天又得到了新的收获 也谢谢中瑶裁判 谢谢稍事休息 谢谢你 谢谢 据我所知 据我所知啊 有一些台球运动员 包括成绩非常优异的 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 小的时候可能是和爸爸妈妈 在一起接触的台球 你小时候台球是和谁学的呢 很适合我爸爸 也是和爸爸学的 那现在你打得好 还是你爸爸打得好 我打得好 那我心态就好多了啊 原来爸爸也打不过你了 我们问问妈妈是这样吗 是 他爸现在根本打不过他 所以爸爸今天就没敢来到现场 是吧 对对对 你看人家多有自知之明 早知道我就不应该上这期节目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虽然说刚才有特别出色的发挥 但是呢 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就是挑战新的难度 大声地告诉我们 有没有信心 有 好 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多采少年 泛勇向前 接下来是少年挑战者 刘宇乐的挑战时刻 有请王中瑶裁判 宣读挑战规则 少年挑战者刘宇乐 本轮挑战项目为 蛇彩一杆青苔 挑战规则如下 在球桌两个短裤之间 等距摆放15颗目标球 按照顺序 依次将目标球打进袋 且白球不吃酷 击球过程中 白球不可触碰到 其他目标球 本轮共有两次挑战机会 不能吃酷 意思就是白球 母球在打 其他那一排球的时候 不能碰到四周的 任何一个边 不能碰到一下 只要你走位 有一点点的失误 角度一大 就一定会吃酷 我觉得是这样 把球摆上以后 可能我们就更加直观了 好吗 来请中央裁判做一下准备 你投了 好 请我们的王中央裁判 来宣布第一轮挑战开始 好 那么我宣布第一轮挑战 正式开始 来宣布第一轮挑战 我们看到在击打粉色目标球的时候 没有成功 最终的结果呢 还是请王忠耀裁判为我们宣布一下 我宣布第一轮挑战出现失误没有成功 下面进行第二轮挑战 好的 还有一次机会 来 请您把目标球复位 听过挑战者刘宇乐同学的认真的检查和细致的准备 现在我们是否可以开始第二次挑战了呢 可以 好 请听裁判员王忠耀的口令 好 我宣布第二次挑战 现在开始 了解 到了 2012年 6月 刚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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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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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